重視元旦連假已經過了 但桃園機場內還是有許多民眾 提著行李等著出國 不過4號早上機場卻有炸彈傳聞 報到櫃台前民眾等著乘重行李 這名黑衣男子和航空公司人員 對話過程中卻脫口說出炸彈兩個字 航警隨即到場把人給逮捕 那你覺得說這種事情可以開玩笑嗎 不可以開玩笑 對啊 這種畢竟是很嚴肅的事情 非安的問題 4號上午8點多 53歲的廖姓男子來到桃園機場 準備搭乘10點半前往澳門的搬機 地勤人員詢問他有沒有攜帶微禁品石 沒想到對方卻回說 我怎麼可能攜帶炸彈 機場人員立刻報警處理 只要在機場搬機等地方 謊稱有炸彈爆裂物嚴重影響機場運作 並引發民眾恐慌 涉嫌散布危害非安不實訊息 可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者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經本局派人到場檢查其行李內 無疑似暴裂物或其他影響非安物品 並加強旅客手提行李及托彈行李安檢 航警不敢大意清查後確定沒有違禁品 好在只是虛禁一場 不過料性旅客便稱是對談過程中 不小心戳出炸彈兩個字 但是航警也同步跟地群人員查證 認為說法有所出入 後續還要等警方進一步調查釐清 靜新聞邱淵寧 楊仲強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靜新聞